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12月27日晚,在迪拜进行的国际体育大会上,一年一度的环球足球奖颁发了众多奖项,包括年度最佳球员、最佳俱乐部、最佳教练等。 此外今年,还增加了世纪最佳球员、世纪最佳教练、世纪最佳俱乐部等奖项。 本年度最佳球员奖没有任何悬念,属于拜仁球星来外。 不过之后,据欧洲媒体爆料称,本来根据投票结果显示最佳球员是C罗,但组委会一看不合适,修改了球迷投票结果,于是变成了来外。 本年度最佳主帅的评选中,拜仁主教练弗里克最终战胜了克洛普和加斯佩里尼,成为最佳主帅。 这一奖项没有任何争议,毕竟本年度的拜仁在弗里克的带领下,简直就是宇宙队。 此外,拜仁还将最佳俱乐部收入囊中。 由于新增世纪最佳球员奖,年度最佳球员反而显得不是那么太重要了。 最终,游文巨星C罗击败了梅西、萨拉赫和小罗,当选为21世纪最佳球员。 世纪最佳评选结果,引发了一定的争议。 其最大争议点,也是因为绝带双交的另一人,梅西。 不过依靠五座欧冠冠军奖杯和一座欧洲杯冠军奖杯,也显得分量十足。 C罗利亚梅西获奖,也尚可说得过去。 世纪最佳教练的奖项,颁发给了瓜迪奥拉。 曼城主帅战胜了福格森、穆里尼奥、奇达内获奖。 此外,组委会颁发了另一个看上去,颇有些无厘头的奖。 球员职业生涯奖,皮克和卡西利亚兹获奖。 这两大奖项,也成为外界争论的焦点,迅速在媒体和球迷间引发了热议。 众多中国知名媒体人,也纷纷发表个人看法。 记者冰言表示,C罗超越梅西获奖,黄马超越巴萨,都可以理解。 毕竟历来不是这个,就是那个。 但是瓜迪、奥拉超越,福格森和穆里尼奥,皮克超越重客,就有点而不自然了。 知名媒体人,皮坛家总编辑洛明,更是直接表示。 没有严格投票流程,且没有公布,具体的选票情况。 环球足球奖,基本就是耍流氓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